来咨询,寻荡时间30分钟 本院洪副院长,行政院毛院长,张副院长,各位所长 大家新年平安,有请毛院长 请毛院长 中文好 马总统的任期还有一年两个多月 但是毛院长所领导的行政团队要能够展现施政的绩效 让人民有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感受 恐怕不是一年两个多月来看 我认为应该就到今年十二月底 所以只有三百天 期盼我们毛院长所率领的行政团队 必须以这个三百天作为一个目标 提出让人民有感的政策 本期在101年2月1号开始担任立法委员 当时我虽然不在交通委员会 毛院长当时你是交通部的部长 特别在101年的7月9号 这边特别的报纸 看一下 当时的毛部长亲自到花莲来看我 非常谢谢这个院长 当时这个我们当时的毛部长 特别提到马总统上任四年多 在花莲台东投入了相当多的交通建设 包括苏花改 花东铁路的电气化 车站的改建 你当时特别强调 总共有1200多亿 当然这个就是你在部长任内所推动的 虽然你说毛总统 事实上就是毛部长当时所推动的 所以我们花莲台东的相信都非常感谢 当时我也特别提到 花东快速道路应该要规划新建 毛部长当时的毛部长很快的 大概两三个月 就在101年10月3号指示 要办理花东快速道路的可行性的评估 而期程是在以102年到103年 作为一个期程 可行性评估的一个期程 现在已经是104年3月 我们询问交通部 4月5月之间 要做召开第二次的地方说明会 一直要到今年的12月底 才要做可行性评估的报告 报道的行政院 我是建议毛院长能够要求交通部 这个因为已经超过了原来原定的时程 事实上如果 现在三月份 如果议定四月五月要召开 地方的说明会 事实上很快的 是不是能够在九月 就能够把这个 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份的时候就能够报行正案 也希望就是在九月就开始 推动这个规划 及进行环凭的这些工作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原来的发动快速道路 那么在可行性研究的其中 中间的中 其中报告的时候 那么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那么地方政府 还有地方的名义代表 那么针对路郎 也就是路郎应该规划在哪里 有很多的意见 所以而且其中报告的部分 开了两次的审查会议 那开完审查会议以后 大家还是不放心 所以才会在今年四月 要公开的来举办说明会 那这个说明会完以后 我相信还有很多程序 需要做处理 那大家委员的期待 我们会尽可能的来做 但是我会比较期待 就是说 让他做的完整 比他做的仓促来得重要 如果做的完整 那么当地也愿意接受 那后续来完成 不差这一两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容许我们 把它做的更完整一点 这个院长 这个你是交通部的前辈了 你要多指导交通部了 这个事实上 其中报告我也参加了 基本上 大家都是赞成的 当然这些相关的这些意见 怎么样去做一些整合 或者是怎么样去做 妥善的说明 以专家的意见 以专家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来去说明 去显定最适当的一个方案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还是有 可以加速的来办理 这个是 我们会尽量 但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其实在发动快速道路 那么可行性完成以前 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台九县发动 陷阱的省道的这个后续计划的改参计划 其实也一直在把它纳入 省道的改参计划里头 要提升它的服务等级 对那个我知道 那个都在进行 对啦 所以我会期待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有先后顺序 该做了我们先把它做好 那后续的可行性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会尽快地来完成它 以这几年来讲 自从毛院长离开交通部之后 就我们花莲台东的感受来讲 好像比较没有新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要请这个 以毛院长要以这个前辈的立场 多多指导 好 我们接下来就谈这个 原住民组住宅 今年来都会区的原住民人口 不断的成长 我们今年的一页来看 总共已经都会区的人口 有24.5万人 占整个原住民人口的 45.14% 而我们看整个人口最多的都会区 以桃园市来讲 这个57,821人 占整个桃园市的原住民人口的 88% 如果是以整个都会区的人口来看的话 占了23% 新北市 这个也是一样 台中市 都是非常多的一个人口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看这个 自有住宅的比例 严翰的落差非常非常的大 当然这个过去的资料 只有99年是最新的了 以这个 全体原住民组来讲 跟全体的国民来的比例 自有住宅的比例 15.3的一个落差 如果是都会区 那都是乘以二了 就有将近30.1%的这样一个落差 而这些在都会区 而且都集中在直辖市 像我们大桃园市 在大西那边有坎津部落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照片没有 沙瓦斯部落 另外就是在新店的小壁坛 新店的西州 新北市的山鹰部落 事实上还有瑞芳的一个快乐山 一个聚落 大台中市 有雾峰的花东新村 有太平的志强新村 这些聚落 事实上在直辖市还存留这样的一个 事实上应该要特别的去改善解决 法其实都有了 原住民族基本法在94年2月5号公布 特别提到政府应策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 第二十八条也特别规定 对于都会区的原住民 应该要有安基的一个 这个一个协助 但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到现在实施已经迈入第十一年 但是政府没有完善的原住民族住宅政策 没有都市原住民的安基计划 政府应该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定 来测定都市原住民族的住宅计划 而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住宅在都会期 它可以解决什么 不仅仅是解决住的问题 更是可以解决原住民族教育的问题 原住民族的教育跟一般的社会 落差在大专学生是有30%的落差 整体来讲原住民族的教育程度 跟一般的有15%的落差 在这么大的落差 而这种在都会区人口越来越多 已经是占原住民的整个人口的 45%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去解决这个住宅问题 这个住宅的问题的解决 也包含了可以解决原住民族的教育 语言文化的一个传承发展 所以行政院应该要策定都市原住民住宅的计划 而这种方式在都会区可以选择公有土地 由政府新办或者是奖励民间的新办 而这样的一个住宅是装公原住民族来承租 有钱的就可以架购 没有钱的来承租 而这样的一个为了避免相关的这些遗利 也就是避免人头 或是避免其他的这些遗利 我特别提到售屋不售地 不仅仅是减轻购物的成本 然后土地维持公有 土地维持公有 住宅可租可寿 原住民如果购买的这个房子 如果要移转现原住民 买得起的进买 如果他要移转现原住民 如果他要转卖的话 只能卖给原住民 如果他要出租 也只能出租给原住民 整个原住民族住宅 是维持都是原住民 这样才能达到刚才所讲的 不仅仅是解决住的问题 也可以解决教育文化语言的一个传承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本习无论是在内政委员会 无论是对我们的 这个陈部长 或是我们的林主委 或者是上一次跟江院长都咨询过 在这样的一个我也特别考量 怎么样去找财演 所以原住民族住宅新办的财演 第一个可以包含可以从这个原住民族中和发展基金 原住民族中和发展基金总共有94亿 94亿 也可以从你内政部的住宅基金 共同的投入来信办原住民族的住宅 出租出售 而出租出售的这些收入 可以再拨落到这个基金里面 可以雄环使用 这样的话 这整个原住民的住宅在都会区才可以彻底的解决 不然它会一直停留在那边 这个对整个国家对整个原住民来讲 非常非常的需要 所以是不是我们这个看是毛院长 这样了解吗 有的问题 是不是先这个陈部长先说 在整体住宅政策上来讲 我们现在兴建的房子 大概是希望能够维持在子租不售 那至于说是不是 这个对原住民族的部分 本来我们在整体住宅里面 都有保留百分之十 给肉食的这一个 那一般来讲原住民大概都可以申请到这个房子 那刚才您提到 是要特别要盖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这样的一个 我知道我在新北市服务的时候 我们在三峡也有盖一个 这个盖一个 那这个 如果地方政府愿意来盖一个 专属为原住民族的这一个部落 的这一个 出租不售的出租住宅的话 内政部当然可以按照现行的 相关规定来给予协助 那个林主委 跟委员报告 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地点 新北市的这两个伟建 我想 这个伟建地区 我想委员已经都知道 我们在去年四月份跟八月份 都已经开工了 我们呢也把力量守在台中市的这两个 自强新村跟这个花东新村 我们也协商了这个 这个商情 这个慈善团体 这个慈济基金会 他也愿意提供资金来盖房子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 那这里面委员特别提到 可以不可以用 综合发展基金这一块 跟委员报告 因为综合发展基金是一个 自长自出的 这样的一个基金 我们研究研究看看 有没有可能 来把现在的综合发展基金 跟充分的使用 来挹注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还要研究一下 因为这涉及到用地的问题 老委长 事实上 这个新北市来讲 对 的进度是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进度 因为 不然的话 中央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块钱投入 在新北市 朱市长很愿意去解决 西州部落跟三英部落 也跟了相关的 这些相关的银行去谈 是非常困难的 而到目前为止 首先新进的经费 我们中央是不曾出过一毛钱 所以我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个94亿的综合发展基金 这是延民会的综合发展基金 这个部分 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因为你出售或出租 租金的收入 就是可以投入到这个基金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不需要修法 不需要修法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是让新北市目前面临的困境 就是中央没有办法 并没有一个装款可以协助 所以这个部分 我特别为了这个事情 前上个礼拜还去拜访了新北市的原住民行政局的局长 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赶快有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经费 跟委员报告 关于新北市的两个西州部落跟山英部落的 因为当地的住民都希望它是自立建屋的方式来做 那么他们希望也提供部分的资金来给他们贷款 那个是西州部落 那个山英部落目前比较有好的进展 现在就是有赖中央的协助 我们也同意 用我们的中央发展基金来保证 但是要请新北市政府来出技 由他们来帮他们融资 我也应该也很清楚 过去 921地震以后 因为我们资助彰化的方言 那两回事 造成诉讼的案 林主委 那个是信用保证 那两回事 那个是完全民间 那个不是政府处理的 那个是完全是民间自行处理的 所以那个是两回事 这跟它毫无关系 跟彰化方言那个毫无关系 那不是政府处理的 那个是民间自行处理的 然后当时的圆明会 是想要协助 但是做了不好的一个协助 所以跟它毫无关系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新北市政府来出技 现在就是完全由政府机关来处理 我们就同意这样子 那个政委 我想这样报告 这个我们原住民的乡亲 这个大量往都市来迁移 那然后在都市可以讲 刚刚你秀了那几张照片 这个居住的环境 确实都是非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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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那这个是一个必须要面对 要解决的问题 那但是呢 我的了解 就是说 这个我们原住民的乡亲 他们在都会地区要盖房子 大概他们也有一个特别的 等于是特别的要求 或是一个习惯 他们不喜欢住公寓 他们都希望能够双脚落地 换言之要盖平房 所以这个情形 我觉得说我们也不能够违背它 要想办法满足它 那我也知道说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复杂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这个困难的问题 我的做法都是希望能够 找到一个可复制的模式 我们如果说 像刚刚您提到的新北市 或是等等 哪几个地方 像您刚刚所讲的 如果它本身的条件 已经成熟到某种程度 只缺说我们 有些这种资金的周转 或是借贷 或是融资 或是什么 我想 这个我会后再来跟你请教 我们先以个案的基础 我们做一些突破 然后突破之后 我们看看 那个能不能变成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到其他地方去复制 好不好 这样我们就有个开始 要不然这个问题 会永远谈下去 永远大概前进不了 院长我来说明 可复制的模式真好 事实上都是原住民率先 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最早是在哪里 为了解决这个新店小壁潭 那时候要开币 环 那个 环块 环块 在新店那边环块 所以安置了 怎么安置呢 那时候我这个林主委 在内政部 我在省府 我们共同的去推动了 就是去架构了 这个国宅 新店的国宅 去安置 总共那边也很多副 另外一个在哪里呢 就在系纸 那时候也是为了安 本来高铁的吊吐厂在新店 在系纸 为了安置那边的这些违建基罗 所以有这个现在的系纸 花东新村 更早的 更早的 为了安置这个基隆的 基隆的原住民 就是这种 土地维持国有 房子 新建之后 由政府新建 新建之后就出售 都可以买得起 包括刚才部长讲的 三峡的那个部分 都有 都有可复制的 是没有问题的 以前都有 这样的一个 住宅改善计划 三峡的大概是租的 对出租 对 基隆的是卖 基隆是卖 所以我说可租可售 当然这个整个政策方向 是没有问题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 都有可复制的 很多政策 很多都是从原住民开始的 像租屋补助 我在延民会当副主义的时候 租屋补助就从原住民开始的 后来内政部认为不错 就全国实施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有一些 可复制的模式 现在就是说 目前没有一个让地方政府 可以遵循的一个计划 在那边 以前是有这个计划 以前是有原住民住 原住民住宅的改善计划 现在是没有 自从所谓内政部 有一个什么整体住宅政策之后 把很多的工作拿回去 然后又不做 所以我现在是 我现在的要求 不是要内政部去做 是由原民会来做 是 由原民会来做 然后两个机关 相关的基金 共同投入这个经费 好了 我想跟委员这样报告 这个刚刚我也是 要求这个林主委 就是这个 我们下去以后 针对委员刚刚提到 就照委员刚刚讲 有几个个案 现在已经成熟到某个程度 我们进一步了解 看看他还缺什么 我们来那个 然后另外呢 我要林主委 把刚刚委员讲的那些 以前发生过的案例 归纳一下 是哪些类型 然后这些类型 如果我们将来要 就刚刚讲 如果要复制 那我们可以怎么复制 把它做个分类 好不好 一方面我们做个分类 然后做将来复制的基础 然后您刚刚提到的 有几个 差不多阶级 事实上是可以 可以 林门一角 可以把它突破的 我们把它挑出来 把它做个突破 我们让这个整个球 能够往前滚动 好不好 我想反正 我们朝这个方案来努力 接下来就是自来水 自来水的供水普吉利亚 延汉的落差是 10.32% 本席在 102年 10月22号 还有103年 9月26号 分别两次 向我们前任的江院长 来咨询 专案改善原住民部落的自来水 这个江院长 当时有非常好的答复 一定会解决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 陈正专前任的政务员 在102年3月20号 他开了一个跨部会的协调会 请经济部就原住民组特殊地境 特殊的特性 以三个月内规划可行性的方案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 没有看到 在今年2月17号 延民会 延民会 特别报宴 报行政宴 自105年度以后 原住民组地区 所有自来水业务 延民会不再编列相关经费 以提报中长城计划 这等于是说这两三年来 原住民组的自来水 现在没有主管机关 没有预算经费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事实上 我很高兴 这个我们毛院长 在你的市政报告 特别提到 要改善 两年内要改善三万户 三万户当然 记得我们全国 有55万户 这个没有自来水 环保署 完全从来从来没有去检验 这个也是食安 这个慢性的食安 完全同意 这个是慢性的食安 所以这个部分 毛院长谢谢你 但是 对原住民组 如果你没有做特殊的考量的话 会落空 原住民会落空 怎么说呢 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会落空 因为如果按照以前的评比机制 要四十万以下才可以提报 提报之后呢 评比要改善成本 要十万以下 那如果现在 如果你说三万户 当然这个评比的会提高 对 评比提高 原住民还是无法进去 所以本习特别建议 应该订定改善原住民族部落的专案的 或者是 你在这个 三万户 请问一下那个院长 三万户 大概多少钱了 两年 三万户 我记得没错的话 大概二十亿吧 二十亿 对 这二十亿 如果 如果没有把 原住民特别把它挑出来的话 它恐怕是 这两万户 都不会在里面 三万户都不在里面 所以 特别 希望 期盼 也拜托 行政院 能够用 比例的方式 是不是 我们求的不多了 至少 百分之五以上 能够投入到原住民的 盐管 可不可以 跟委员报告了 我想这个 自来水这一块 原住民的这个 原箱 相对来讲 是条件特别 特别差了 这个 所以相对门槛 也会不高了 所以我想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是要 这个 水利署这边协助 这个 就是说整个 经济部这边 就是要协助自来水公司 就要提出 未来这两年 它接管的 这个地点 等等这些计划 那我想我基本上 也可以同意 刚刚这个 这个政委员讲的 我们对原箱这一块 我们必要的时候 真的特别画一块出来 预算上画一块出来 那么 我们现在就原来的计划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这个过去大概都是 十万 都是五万以下 那这一次我们 其他的区域我们大概 先以十万为标准 先可以直接把它接通 那原箱这一块 我们可能可以用 用其他 更弹性一个标准 我们来尽量把它 可以看一定的比例 把它拿进去 好不好 如果你把它特别提拨 部分的经费 我想我们计划做出来 我们会给委员 跟这个主委 大家来讨论 原住民的部落 跟原住民部落比 那个评比 这样的方式才有机会 所以这部分说不定 这个林主委这边 也可以提供 提供相关资料出来 这个 甚至你们内部先作业一下 然后到时候提给 提给经济部 就纳到他们计划里面去 好不好 跟委员报告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跟经济部 都已经设好平台 都两个都是副主任委员来协商 而且已经有共识了 所以已经要纳入到 这个计划里面来处理 所以跟委员报告 我们照尊召院长 刚刚所回答的 时间的关系 这个我们接下来谈 这个原住民组的幼儿交易 这个监察院在100年3月10号 有个调查报告 特别强调 携钱交易的一个重要性 尤其原住民的教育 所以 这个我们 这个整个国家 在对于五岁幼儿 免费携钱交易的部分 从99协令度开始 是从原住民开始 那马总统在100年11月 特别宣示 逐年推动原住民前面 从幼稚园到研究所的 学杂费前面 所以我特别希望 教育部 这个五岁是99协令度开始 那马总统在100年做了这样的一个宣示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一个新的进展 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筹筹相关经费 四岁的部分能够推动这个免费 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推展 这个部分请这个教育部回去筹筹经费 接下来这个国家级的原住民族博物馆 这个已经做了一些规划 这个国家级原住民族博物馆 是严明会的 严明会委托的这些公司 也已经选择了很多的地点 这些地点到底哪边是适合的 但是因为这里面 涉及到很多跨部会的这些土地管理机关 需要行政院这边 有一个能够一个协调的人员 我特地的建议 郑重的建议 王院长 郑重的建议由我们的秘书长 简太郎秘书长 是不是来协调这个事情 好我们现在来安排 好我们现在来安排 就好我们现在来啊 我们员 宝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